謝謝 換一頁 這是我們Lab的名字 Digital Cirque and System Lab Digital Cirque and System Lab 這是要介紹的 這是Harris的Affine Detector 它其實也叫Harris Colonial Detector 一樣是偵測圖片上的特徵點的演算法 那Outline就是先介紹一下演算法 然後看一下怎麼implement這個東西 然後會介紹一些optimize的方法 然後最後抱一下這個表現 然後最後是take away 這個Harris Affine Detector 就是剛剛有說過是在偵測圖片上的特徵點 那圖片上的特徵點通常有一個特性是 它在X跟Y方向都有它對應的gradient 所以如果它是一個flat的region的話 那它XY方向的gradient都不明顯 那如果是edge的話 它通常只有一個方向的gradient 然後或者是它可能可以參與XY方向 但這兩個方向的gradient其實差不多 但如果在corner的話 它每個方向的gradient其實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它就用這個方式來去把這個corner點找出來 那對就是演算法原理是這樣 所以它第一步就是先去找XY方向的gradient 就是用solvo filter 對分別找出X方向跟Y方向 然後第二步就是做這個elementwise的calculation 它就會把這個X方向跟Y方向 還有XY方向它的 有點像是它的關係這樣找出來 然後第三步就是做box filter 就是把它變Smooth一點 然後最後會過一個類似Response的東西 那它是就是這樣子做 對然後 所以Determine可以 Determine能可以這樣子做 就是它提供顏色法 然後trace這樣做 然後alpha會大概等於0.04 就是除以25的1 然後最後再做non-maximal suppression 就是把它就是它一塊的點只剩一個 這樣它會比較乾淨 對 就是它只要大於它周圍的pixel的R值 它就把它視為是只有單一的這個特徵點 好那這是我們的implementation 那因為其實就這個演算法觀察而言 它其實應該是可以做diaflow的 所以一開始就鎖定說要做diaflow 那 因為一開始有寫一個類似CPU版本的這個implementation 然後有去合成也是發現urate很低 那為了去充分利用FPGA上面的支援 所以一開始也是鎖定說 我們要做平行 那所以我們這邊就做兩個這個template的diaset 就是template的這個format是trunk跟window 那trunk就是這樣子 就是它有很多個這個一排一列 但是它有很多個pixel組成一個chunk 那window就是三個chunk 但是再加padding的點 那我們chunk是做1乘32 那window就是3乘34這樣 所以根據剛剛的演算法 我們一開始會先那個droppixel 然後做一個 這dispagedrd其實就是lightbuffer 就是做一個lightbuffer這樣 然後再做subo 然後再做一次lightbuffer 然後再做boxfilter 然後再做一次lightbuffer 然後再做suppression 然後就output這樣 這樣子去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dispagedrdbased用很多次 那為了要去reuse這個方形 就是就有寫一個template這樣 然後給不同id這樣 它才能分辨說它是不同的module 那還有一個是說 panning value在suppression這邊 要panning它最大級 所以還有給它一個彈性這樣 對這大概是information 但有點難看所以intel這樣 好 這個是 這個是剛剛detached2d 那 我是做一個兩行lightbuffer 那 呃 再加一個chunk 為什麼要加這個chunk 因為我這個點的 因為要padding 但input是從下一個點來 所以這個點要留給padding 所以我再多一個類似 再多一個chunk這樣 然後前面三個可以從上一個windowbuffer來 但是其實我覺得問題比較大是在這樣的點 這樣的點是 就是 就是因為我做availpartition的這個程度 只有做32這樣 所以你不能同時取這邊跟這邊 這樣就是33個 那所以我後來解法是 我再把這幾個點都padding起來 應該是這幾個 就是再開另外的buffer來去存它要padding 然後最後是有 呃 ok ok 對 好就是他這樣是128 對不對 然後一個chunk是32 對 所以其實這邊寫的 對啊就是這樣是4個吧 然後他就是128 所以他128 然後有4個chunk這樣 對然後 就是因為他其實這樣做平均度有點高了 所以其實原本liveoffer可以設設這個 就是dependency是force 但後來我這個也沒有設 因為他有可能就是 呃 因為他latency可能會大於4 那大於4 他就 他就同時會那個取到同一個地方 所以 而其實在這邊也是有debuy下這樣 就是如果平均度做高的話 可能 因為dependency就是 你就不能設定為false這樣 然後 剛剛說的問題是說 就是 他的padding 因為我 而partition的factor 只有設定32 所以如果你一次要取這樣 就是 要取這樣的話 他其實是33個 對 所以 我就要把 他要padding的value 再用另外一個buffer來存 那這邊沒有畫存 然後最後是做一個 DataflowPragma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之後來看一下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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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一下他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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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e 然後 去看一下他 最大跟最小值 然後 弄出這些WordLength 然後都是用RMT算 然後第二步就是 剛剛有除 就是在box filter有除以9 然後在後面的那個 Elementwise的這個 這個 運算有除以25 然後就用shift跟add來取代 那這樣有個好處就是 因為原本除了用DSP 但用shift跟add 就只要用 Rocktable就可以 所以 這樣子的話 它就可以減少DSP 用量 可以在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做到 32倍平行的關鍵 這樣 不然應該做8倍 做16倍都差不多 然後這也是一個方式 就是 因為它其實這些filter 都是對稱 呃 就是它有一個規律啊 就是它上下 這個有點像左右對稱 這個有點像上下的對稱 這是一個到處都是對稱 一樣 所以呢 它其實可以分成 原本是要做2D的filtering 它其實可以分成1D跟1D這樣 那原本就是 呃 這樣的好處就是可以把運算 次數的變小 原本是這個 parallel現在是32嘛 32乘以9 那可以變成 這個parallel加2 就是先算第一次這邊 然後乘以3 然後再第二次做一個1D filtering 可以乘以3這樣 所以運算似乎變少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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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輸附而已 呃 輸附是一樣 對 輸附是一樣 對 輸附還是一樣 對對對對對 所以他們是分負性變少了 所以一直在 應該是 呃 呃 但這樣來換其實是好的 就是因為 Latency它只有一次 但 輸附 對對對 所以還是輸附 就是它是寫在同一個裡面 它 就是 我就會先做完這個 然後開一個小buffer 然後把做完 欸 開這個小buffer 把這個做完的東西存到這裡面 然後再做第二次 然後才這個 這樣 對 它其實第一次不算fittering 它其實 簡單講就是一個 道 product而已 就是 對於 vertical的 這個 方向做一個道 product 然後 就是那邊是點 這裡是點 然後這裡才是空路線 對 就是 呃 就是 呃 那你 那你現在在一個 room 做 法徵 跟fitter 那邊 哦 不是不是不是這樣 對對對 對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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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對只有一個window這樣 對對對 沒錯 因為我做這一步主要目的只是想說 因為 這裡面其實都是unroad 那我 呃 減少它的運算量 就等於我要開運算單元的減少 那我運算單元減少的話 我就可以把我的parallel的degrees增加這樣 嗯 嗯 對 呃 它其實 它其實就是多開的boundary 就是它原本只要算32個嘛 但這邊是34個 所以它已經考慮到boundary的問題 你每一次 每一次在抓的時候都有重複抓到的東西 就很像是在做conlusion有做telling那種感覺 telling它不一定是可以每次 呃 你要算出對的值的話 telling都要在那個boundary的地方 在每個tile多抓一點 對 所以我現在做的方式就是 呃 每次都多抓一點這樣 那多抓一點就不會有這種 呃 boundary的問題 好 我們被關注到的 封箱 我先去操作 那邊 我先去操作 那邊 也能夠 哪邊 你又說 我先去操作 我先去操作 那邊 那邊 我先去操作 我先去操作 2pull是一樣的 但latency會變長 但因為它都是就是 對對對因為它是unroad的關係 所以它就不會影響到它的2pull 那我就繼續講 好那一樣就是有跟剛才第三組做同一個這個方式 就是把它改成epimary這樣 然後就把它改成方括弧的這種東西 就是一個array進來 然後再把它partition 這樣也才不會被Io interface的地方放置 對就一個cycle會抓32個 對 好那最後結果是fmax就是 這樣然後 總共執行到最後這邊是 603.5個cycle 然後resource也差不多有用滿這樣 好那 對就是運算就是99跟94 然後 對 現在沒有implantation 所以還可以這樣偷偷這樣做 對 對好 好那 對就是簡單這樣 好 ok 那個 Pixel 結果 突然有Pixel 對嗎 呃 因為 它是有64個融錯值 就是它Pixel是有64 然後我是錯13個這樣 對 你講這個機物原來的 沒有 哦 ok 這個錯誤 錯誤不是來自於這邊 錯誤是來自於這個Wall Length Reduction那邊 對對對 對它是Equivalent 這個 那 就有 我的報告就到這邊